北韩有一艘货轮 2017年 对 消失了5年 这是怎样 灵异事件吗 怎么又出现呢 前一阵子那个强尼代普 他所演的那个船长非常红 对 神轨骑航 神轨骑航不是有幽灵船吗 现在我们又看到在北朝鲜 也就是这个北韩呢 他们也有幽灵船 这艘船叫做大凤 那这个大凤呢 他在2017年这艘船就不见了 可是呢 2017年不见的船 最近又出现了 而且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中国的唐山 那中国的唐山它在做什么 那出现在中国唐山 这一艘船是没有开 它的这个识别码 因为一般的船 你如果在航行的时候 为了要加以辨识 不要说让其他的船 万一说不知道你在哪里 然后万一擦撞到 或者是因为要开启辨识 如果有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候 才能够以后才方便好处理 但是这艘船并没有开 任何的辨识 它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中国的唐山 而且在2017年一直到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 这几年当中 完全没有这艘船的这个音讯 那为什么出现在唐山 后来发现说 它是不是偷偷的 把北韩的煤卖给中国 它从北朝鲜卖煤 把煤 这艘是3800吨的这个船 运到了中国 好了 那这就奇怪了 北韩要卖煤 它就大大方方的卖煤 给中国嘛 那为什么要偷偷的卖 用这样子一艘幽灵船来卖呢 大家突然想到 原来这个联合国过去 就是因为北韩不是动不动 就发射飞弹 然后动不动就试射核弹吗 所以就对北韩呢 就是有禁令 就北韩的这个煤晃 就不能够输出 那但是中国 你自己是联合国的 安理会的这个成员国之一 你自己联合国下的禁令 你自己中国来打破 然后真的像雨昭所讲的 你以为你是柯文哲啊 所以他真的就 中国你如果你自己 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特别是安理会的成员国 你自己下的禁令 你竟然自己违背 过去会针对北韩将 现在北韩的船出现在你的港口 会不会在俄乌战争当中 现在联合国或者是欧盟 也对俄罗斯来产生一个禁令 那这个中国是不是 也偷偷摸摸 也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了 那中国到底现在 为什么要从北韩 偷偷来买煤 那北韩为什么要卖煤 北韩没有卖煤 其实这个很清楚 因为北韩的经济 也因为疫情 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那北韩前一阵子 大家都看过国际新闻 就是他们也要吃草 那这个经济是受到 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中国呢 当然受到疫情 也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那中国的煤 大家还记得吧 从去年开始 中国冬天突然间停供暖 就冬天没有供暖 那从不是南部的地方 这不是中国的南方停供 是连中国北方 那种会零下二十几度的地方 三十几度的地方 还给你停供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那中国为什么会停供呢 其实中国自作你也不可活 就因为当时澳洲 他跟着美国 因为又跨的要成立 那所以他们去抵制华为 建立那个5G系统 因为我们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 那就因为中国偷偷的 用一带一路 去找了很多太平洋的国家 准备要买那个海底电缆 有没有 那就是要把这边的一些的资讯 甚至于一些的资料的一些 进行收集 所以美国跟澳洲就决定要对中国 华为来进行制裁 澳洲加入了跟美国一起的制裁 华为以后 那中国当时就生气了 那中国就觉得说 那这样好 你既然制裁我 我就抵制你 他抵制了澳洲的红酒 抵制澳洲的龙虾 还抵制了澳洲最重要的出口 中国最依赖澳洲的煤 同一些的重要的矿产 结果中国一抵制以后 惨的不是澳洲 惨的是可是这个中国 因为澳洲被抵制 就澳洲的煤 居然出口成长300% 就成长三倍 那澳洲的红酒 我们台湾喝很多 卖到中国的红酒是假酒 那在台湾我们买的是 真真实实的澳洲的红酒 龙虾当时澳洲人吃得好爽 因为过去中国都用高价 把澳洲的龙虾给买走了 澳洲人自己还吃不到 结果现在澳洲的龙虾 澳洲自己吃还吃得非常好 这些反而让澳洲找到了新市场 这个其实也给台湾很好的建议 那更惨的是 那因为在这个 其实现在澳洲也思考说 是不是要再重新卖煤给中国 可是那个价格就垫高很多了 那更何况是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印尼 印尼本来是澳洲 它不卖煤给中国以后 那中国就只好跟其他的国家买 那买了一大堆 原来也是澳洲出口的 还有呢 只好提高跟印尼买 那印尼呢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全世界也要跟印尼买那个动力煤 但是印尼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 又禁止它的动力煤 这个出口 所以中国雪上加霜啊 今年天气这么热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呢 要赢下一波的热浪 中国人也要开冷气的 中国现在虽然说 他们银行钱领不到 房子要停工 房子现在住叙利亚风 那但是它这个总是热的地方 还是要吹冷气 那吹冷气呢 现在中国的煤 只剩下十天的存量 不是天然气 只剩十天存量的煤 所以你说中国现在惨不惨 煤买不到 因为澳洲可能会加价 要卖给你 你中国你现在本身的经济 又出了问题 然后这个印尼要卖煤 印尼本身也有一些的这个问题 也不一定会出口给你 所以中国现在还不用到冬天 它可能就会停工 可能就会停电 这是中国现在的惨况 那二十大就迫在眉睫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除了说 有银行的问题 有这个烂尾楼的问题之外 现在又多了停电的问题 我现在就会有这个烂尾楼